台湾亞北開放 去中國的團體路由 部分的路程 下山改造自由形 六地生團的方式來引起正義 還這裡就表示 如果不是照這個正常官都做團過去 一般都是沒有這個路形 蓋上這個保險 如果是出意外 是沒辦法求做也欠保重 鄉委總管的辦理當時 或是在這件事來的故鄉博物館 這一個吃美麗的經典 都是以前民眾對團體 中國路由的競選行程 只是現在台灣做團體 中國路由的競選行程也不改讀 再來有22人 自己做團體的心境自由形 二三雙發生嚴重恥乎 造成一個人希望一個分枚 兩個人骨子引起正義 2019年 我們台灣人附大陸旅遊的人次 也超過了400萬 是占了我們出境人數 市場的三分之一 在這個樣子的一個龐大的市場底下 當然就是我們的旅行社 很多的就是它目前為止 只能夠做自由行 就是機票住宿 如果說旅客要參加當地旅行團 變成是他要自己去參加當地旅行團 根據觀光書的統計 今年到九月份 國人出國第一大國是日本三百多萬人 再來是中國有117.2萬多人 你記得是說 國境開放到現在已經一年 也不能造團去代料路由 真沒公平 全台灣四千多間路行車 九星都在經營中國市場 金團令讓路行車用水底下出去 現在也說 內政不是用政上官都造團去代料 大部分是沒有旅行客友的責任保险 欠缺保障 現在如果到大陸去旅遊 當然保障就會小一點 因為你是可以保底評審沒有錯 旅責審這一端是無中求償的 李吉拉表示 雖然有在紀錠做上官 責任是不是有業者造團去代料 不過台灣路行團 可以發團去全世界 所以不可以發團去中國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希望中央可以冠軍 代應路行團去中國路由 這樣才可以讓路客得到保障 記者中華報道